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早安 今天石老师会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小活动 家长和小朋友们在家里可以一起来做 我们需要用的材料呢,也都非常简单 家长们都可以从自己的家里面来选取 好了,那我们开始吧 好了,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活动就是这个 这个可以锻炼小朋友们的手眼协调能力 还有他们的小肌肉的发展 这个我们需要的材料呢,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需要的是硬直板 然后还有线,或者是鞋带,什么都可以 还有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打动机 那如果没有这个打动机的家长呢 也可以用剪刀或者是其他的来挖这个洞 好,现在我来演示一下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子 我相信大家家里面都有这种硬直板 那我们来剪一个硬直板下来 好,然后我们开始打动 好,然后我们把这边剪下去 然后呢,这个就做好了 非常的简单 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一条鞋带 或者是看家长们家里面有的线 我们就可以请小朋友来穿 或者是小朋友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图案 自己来进行穿插 因为其实小朋友们,我们班的小朋友是可以这样子穿过来 但是呢,当他们穿到背面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就不知道这个线该往哪里放 其实这样就可以锻炼他们的手指发展 还有他们的想象力 其实他们可以拼出各种各样的图案来 有些图案家长们或者老师们甚至都想不到 但是小朋友们就可以拼出来 对,就是这样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活动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做我们的第二个活动 第二个活动是一个形状配对的游戏 就是像这样 那我们家长需要的材料就是像这样子的积木 如果家长家里面没有这样的积木 我们也可以选择别的玩具 我们需要积木 然后呢,还是刚才的硬质板 好,我们还需要一支笔 然后呢,我们把硬质板剪下来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这个积木把它画下来 好,我们把全部的积木都画完之后呢 它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全部的积木都拿出来 请小朋友们去配对 然后当它配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问小朋友 这个是什么形状呢 你在这些积木里面 哪一个是和它一样的形状 然后我们就可以问它形状 颜色 好,请它来配对 这个游戏呢 不但可以锻炼小朋友们 对形状的认知 还可以发展他们的手眼协调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活动 好了,现在我们来做我们的第三个活动 我们需要一张硬质板 然后我们需要一支笔 还有就是平时小朋友们会玩的这种小玩具 好,然后我们就来画线 画很简单的线条 或者是这样 这个活动呢 可以锻炼小朋友们的手眼协调性 还可以锻炼小朋友们小肌肉的发展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活动 它可以非常的锻炼小朋友们的专注力 我们就请小朋友 拿着他们的小玩具 这样子沿着这条线 一个一个的摆过去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活动 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可是当我们跟小朋友们做的时候 其实可以非常大的提高他们的专注力 还有耐心 还有他们的手眼协调性 好的 好了 家长们 现在我们来做我们的第四个活动 第四个活动是一个简单的拼图 我们需要一张硬质板 还有一支笔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拼图的轮廓画出来 好 然后呢 我们在上面写上数字 这样我们就可以锻炼小朋友们对数字的认知 然后我们就把拼图剪开 然后我们就把拼图剪开 这一段家长们可以快进 剪开 现在我们班的小朋友基本上可以认识 一二三四五有一些小朋友可以认识到 有一些还不可以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把它剪开 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先问小朋友们对他们提问 这个是数字几 这个是数字几 然后我们就可以先演示给小朋友们看 怎么样把他们拼起来 然后呢 我们再请小朋友们自己进行拼图 好 就是这样子 家长们在家也可以操作 非常的简单